我一共谈过两段恋爱 第一段恋爱在校园里 她最初是我的舞伴 因为双人舞蹈 需要两个人有足够的默契 步调一致 日子久了很容易产生感情 因此我们从舞伴成为了男女朋友 有一次她生日 我偷偷跑去她的城市 想给她惊喜 可是她却找各种理由说不方便 苦等了几个小时 她再坦白说正跟前任在一起 我和当时整个人都已经懵了 已经崩溃了 因为我想着去她的城市 给她一个惊喜 但是没想到会是这个结局 所以我就说不要在一起了 第二段恋爱的女生 是在朋友饭局上认识的 她比我大三岁 对我非常地照顾 她对我很好 但是这种好是有压力的好 后来她家又开始催婚 在这份感情中 我感受到的压力就更大 我还是希望我的感情 不是在疯狂追赶人世的节点 而是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 我希望未来的另一半 是有个性 懂得孝顺的女孩 我不反感年龄的女生 相反还挺喜欢 这说明她在意我 我的理想生活是 平时一起上班 下班一起做饭 周末一起听歌 去周边玩一玩 最好再养一只宠物 生活不需要轰轰烈烈 平平淡淡其实就挺好 谢谢 王岳 男嘉宾您好 我看到您第一段感情 就是适合您的舞伴 两个人因为一些默契 然后日久生情 我就想问一下您的恋爱观 是倾向于日久生情 还是就一见倾心 一见倾心 对 因为日久生情 那个时候在上大学 然后两个人经常一起磨合 多多少少 其实舞伴之间 会有一点点感情 但是现在在工作上 很少会遇到这种比赛 然后遇到新的女生 合作女生 我也会注意分寸 注意距离 因为我觉得这是要对我 现任 我觉得是一种责任 是一种负责对